今天在電話上院長有特別跟我做簡短的勉勵 就這樣子 在昨天晚上將近快11點的時候 那您當下接到那個院長的電話的時候 您是怎麼跟他打扶的 那院長他是直接希望我能夠去承擔這個很繁重的工作 那應該是勉勵啦 然後那個院長是昨天晚上才打電話證詢你 還是之前就有證詢過你 之前沒有 都沒有予通電話 沒有 之前沒有 也許有電話上沒有接到 但是就是正式是在昨天晚上 大概幾點的時候 應該十點多快11點 是蠻晚的 現在對業務有什麼樣的情緒 就是今天咱是交通部長 交通部在賀成部長的帶領下 其實這兩年來 也有很好的藍圖 我們未來是希望能夠一直持續的 加速 我們國家的前瞻交通建設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就是 交通的安全管理也非常重要 這個我們也會 同步來進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觀光油器 這一部分也是屬於 交通部很吃重的一個工作 這個我們會 我們會 未來跟業界 跟我們所有的產業 相關聯的 我們會持續跟他們合作 然後起來 配方 因為你上來可能會 會